这一堂来跟大家介绍定计的制法 还有定计的添加物 先看制法 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施力法 干力法 跟止牙法 第一个施力法 全名叫做施式颗力法 先看第二个步骤 它的步骤主要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要先称重 再来把那些粉末 或是一些添加物 去做混合 然后打湿 就是做湿块 可以讲成打湿的意思 然后再把这些小粉末 或是一些小碎片 去做过筛 这个是第二阶段 那第三阶段 就是要去做处理 先把它们的颗粒制造出来 所以先造粒 然后再把它们做干燥 类似烘干的处理 再来是整粒 先造粒 再整粒 这个顺序国考有考过 再请大家留意一下 要怎么想呢 可以想成我们要先制造颗粒 再去做整理的动作 所以是先造粒 再整粒 而不是先整粒 再造粒 另外造粒跟整粒 这两个过程它们的粉末 大概占全部流程的多少 差不多是整体的一到两成 在第一行这边 造粒整粒的粉末 大概占全部的10到20% 这个数字国考有考过 再请大家记一下 再来第四阶段 就是做润滑跟打地 通常润滑是放在打地的前一个步骤 或是也可以记先润滑再打地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干粒法 干粒法的步骤 倒数第二个 也是润滑 润滑之后 再做压地 或是打地的这个动作 所以它的步骤主要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 要先称重 再来把这些 算是添加物或是原料 去做初步的处理 像是混合打湿 还有做过筛 再来第三阶段 就是要制造颗粒 造粒 干燥 整粒 整理那些颗粒 最后第四步 就是润滑跟打地 所以润滑是打地的前一个步骤 或是可以即打定前再做润滑的处理 像一个依照施力法来做的设备 或是参考这种制法 去研发的设备 就叫做流体床造粒机 流体床造粒机国考有考过的相关内容 就是它的喷射方式 这边主要可以分成三种 顶喷 底喷 还有正切喷 它们的喷射方式可以从字去判断 第一个顶喷 就是由上往下喷 所以它的英文就是TopSpray 下一个底喷就是BottomSpray 它是从下面往上喷射 第三个正切喷有点类似那种 螺旋或是环状的喷射方式 大概是那种 差不多是那样 反正就是一个回旋的那种概念 它的英文叫做Tangential Spray 这个怎么念Tangent Ten T-A-N G-E-N T-I-A-L Tangential 这三种喷射方式就是跟流体床照例机有关 再来它们的相关试用方法 后面的这些 先把字插掉 第一个顶喷 它会跟什么样的东西有关 分别是Burrier Film Antarie Release 还有Taste Masking 我们一个一个看 Burrier Film 它是跟抹衣的制程有关 下一个Antarie Release 它是跟长荣性 或是跟长荣液的包袱 比较有关的制造方式 下一个Taste Masking Taste就是跟味觉有关的制造 所以顶喷有这三个 Burrier Antarie 跟Taste 要怎么记 就记顶被子 把被子顶起来顶被子 顶被子的顶 指的是顶喷 顶被子 那被子就是 B1 加Taste 我们就记 被子 所以顶被子 就是顶喷的喷射方式 顶喷 Burrier Film Antarie Release 跟Taste Masking B1加Taste 下面两个底喷跟正切喷的 适用方式我们一起记 都一样 有Sustain Release 跟Antarie Release 那这两个要怎么记 可以记底细 还有切细 底细的底 就是底喷 细 就G S 跟E 发细的音 下一个正切喷也是SE 我们都用开头去做联想 所以它就是切细 如果题目问说下列哪一个喷射方式或是包覆的制程 是跟Antarie Release有关 就找顶喷 底喷 正切喷 如果问说哪一个是跟味觉有关的 跟Taste Masking有关的 要找哪一个 找顶喷 或是也可以问说下列哪一个喷射方式 它是跟Sustain Release有关 就找底喷 跟正切喷 下一个干粒法 全名叫做干湿颗粒法 先看第二点它的步骤 这边的步骤比较简单 不像湿粒法这么的搞刚 第一个会先把那些粉末或是颗粒去做混合 然后再做初步的压定 这个压定跟后面的压定 差别是在第一个压定 我们用小A来表示 A跟B 第一个压定它只是初步压制成一个类似模型的概念 就是做成一个简易型的外观 而不是做太详细或是太复杂的处理 只是把它塑形而已 所以第一个压定其实只算是 类似那种 初步把它做成模或是把那个形状做出来 塑形 好了都可以 然后再去做智力 然后润滑跟打地或是压地 最后一步的压地 就是要把整个定计压制成型 把整颗定计的形状都压出来 而不是只有初步制造大致上的形状 所以在施力法或是干力法 他们说的打地应该是 应该说那个施力法的打地 比较像干力法的最后一步压地 再来打地或是压地 它的前一步是做润滑 润滑后再打地或是压地 也可以想成达定前再去做润滑的处理 然后在它的制作步骤 有两个压定 所以它的名称又叫做重压法 或是两次压定法 另外一个又叫做大定法 它的步骤要怎么记 可以记混压制滑压 先讲名字的对应 混指的是混合 压压定 制制力 滑润滑压定 压定 它的故事可以想成在鸭子的世界里面 有一些狡猾的鸭子 狡猾 有一些狡猾的鸭子 会去欺负老实的鸭子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 比较有正义感的家酒 有一些正义感的小混混鸭子 他们就会去教训那些狡猾 那些可恶的鸭子 所以就是混鸭制滑鸭 小混混的鸭子 会去教训 会去 治疗或是打击那些狡猾的鸭子 混鸭制滑鸭 这个就是甘立法的步骤计法 下一点它的特性 甘立法它跟湿立法的差别在哪里 它更适合用在那些对热不安定 或是不耐热 还有对水气 比较敏感的成分或是药品 博考有考古的是哪一个 像是 Aspirin Aspirin它适合的制备方式 是用湿立法 还是甘立法 应该是甘立法 为什么 因为它会对水气比较敏感 所以不适合用在水气或是水分太多的制备流程 像是湿立 那它有没有缺点 有 就是做出来的定计 硬度会比较高一点 密度大 再来药物的容力量 可能会比较低一些 这个是甘立法比较常见的缺点 下一个直压法 全名叫做直接压定法 它的步骤是省略什么东西 省略智力的过程 这个国考有考过再请大家记一下 如果题目问说直压法 它跟甘立 施力法的差别在哪里 直压法它省略了智力的流程 所以它的制造速度会更快 适合做高速的生产 就是那种大批量快速的产出 但是均衣度就会比较差一点 有点像是那种批量制造 大量制造的概念 它跟施力法还有甘立法比起来制造的量 就是单位时间制造的量 可以更多更大 那施力法跟甘立法 相对来说可能制造的量没有这么多 但是它们的均衣度 还有品质会比较稳定 下一点背注 如果它的压定速度太快 直压法的压定速度太高 或是它的可能往下压 压定机往下压的速度频率太快 那做出来的定计 可能它的表面 会有那种裂痕或是一些斑点 会有顶裂或是陈裂 反正就是有一些裂纹或是裂缝的情况产生 如果要降低这种缺点怎么办 就是降低 压定的压力 跟速度 我们看一下压定机 压定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上冲膜 跟下冲膜 大概是长这样 然后我们会把一些粉末 或是药品 放在这边 那上冲膜就会往下冲 如果这个向下冲的速度太快 可能会把一些空气 打到定计里面 这个时候定计的表面 可能会掺杂一些空气 那比较容易产生裂痕或是有一些裂缝 就是刚刚说顶裂跟层裂的情况 要怎么样改善呢 就是降低速度跟力道 所以减少压定的压力跟速度 可以降低那种顶裂或是层裂的副作用 或是这种缺点的现象 然后压定机它的构造 主要分成上冲膜跟下冲膜 最重要的是哪里 下冲膜 因为它可以决定一颗定机的重量 它也是控制定机重量的最主要部位 国考只要跟压定机有关的考题 几乎都是 跟下冲膜有关 答案几乎都是找下冲膜 那压定的方式 第三点 它是固定下面 由上往下压 做出来的定机 如果有一些差异 就是做出来会有重量差异 可能会跟什么情况有关 主要是这三点 像是流动性不佳 或是颗粒大小不均匀 还有下冲膜下降程度不一致 这三个情况 都可能会产生重量差异 就是做出来的定机 会有重量不均匀或是 重量有些微差异的情况发生 要注意的是第三点 它是下冲膜下降程度不一致 这边有些同学可能会有一点疑惑 前面是说下冲膜固定 为什么这边还会说下降程度不一致 可以想成上冲膜往下冲的时候 下冲膜受到上冲膜的压力 还会稍微往下一点 就有点像那种缓冲的概念 它会受到向下冲的力 那这个下冲膜也会稍微产生一点向下的情况 那下降程度不一致 就表示它受上冲膜的压力 是不均一的 所以做出来的重量 做出来的定器 也会有所差异 重量就会不一样 再往下硬度如果不够的话 就是提高压定的力量 提高压定的压力 这一题大家写看看 容易造成定器分层像是顶列或是层列 就是因为有压入空气 所以这一题选珠 下面两题 第一题 Aspirin是用干粒法 是因为它对水气比较敏感 容易降解 选A 第二题 可掩盖味觉的长绒模一顶 最推荐使用下列 何种形式就立场 味觉就是跟Taste Masking有关 所以应该是找顶喷 底喷跟侧喷 它们都是跟SE 跟Taste没有关系 就是Sustain Release 跟Anterior Release 所以下面这一题是选A 下一part来介绍定器的 一个添加物 就是我们上一堂讲的负行计 定器常见的负行计有这四个 稀释计 润滑计 免合计 跟风扇计 后面的英文大家有时间也可以记下 在早期的题目有出现过英文的叙述 就是可能会问说下列哪一个是定器常见的Diluint 那我们要知道Diluint就是西式机的意思 或是Rubricant指的是润滑计 再来Binder Bind或是Bind 应该说这个Bind就是跟黏或是附着有关 那跟黏附着有关的东西就是粘合器 下一个Disintegrate就是绑扇器 先看第一个西式器 它们的功用就是增加药品的体积或是重量 可以想成我们要把药品去做西式的动作 假设药品 某个药 它的重量是100毫克 我们不会直接服用100毫克的这个药 因为它的重量太小 比较不好去掌控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我们会透过一些西式剂 把它做更大量的包覆跟混合 让它的重量可以来到1克或是2克 这样子会比较好去做吞服跟拿取 所以西式剂它的功用就是增加重量跟体积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量变化 一开始没有添加蓝色这边的西式剂之前 它的药品含量就是100% 那如果把它的重量增加到1克 像是添加一些淀粉啊 或是乳糖这类的西式剂 把它的总重量从100毫克变成1克 那这个时候药品的相对含量 就会变成10% 全部1000毫克 本身占100毫克 就是1% 所以它的浓度就被西式掉 这个就是西式剂的由来 或是也可以用这样子去推西式剂它的作用 第二个常见的物质有乳糖、淀粉或是MCC 它就是叫做微晶纤维素 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的内容 先看过去 然后后面四个 这四个东西 是什么剂 什么样的类型的定剂 常用的西式剂 如果忘记的话可以看下面 就是咀嚼定 上一堂课有提到咀嚼定 它比较常用山醇一堂当作西式剂 山醇就是山梨醇、甘露醇、牧糖醇 一堂是蔗糖 或是也可以记山木甘蔗 山、木、甘、蔗 这四个当作咀嚼定的西式剂 再来咀嚼定它不一定要添加什么东西 它不一定要添加绷扇剂 因为咀嚼的动作 类似绷扇的效果 回来看上面 乳糖为什么它是最常用的西式剂 因为它具有良好的溶解度 跟香溶性 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药品本身的作用 有些物质它可能会干扰药品的释出 或是影响药品的稳定度 那乳糖比较不会产生这种现象 所以它算是药剂常用的西式剂 另外就是淀粉 淀粉跟乳糖都是常用的西式剂 再来淀粉的特性 要把它做溶解的话 适合用什么样温度的水 要注意是用温水 而不是热水 太高温的环境 反而会让淀粉产生结块 或是不容易分散 所以它适合放在偏温水 或是大概30-40度的环境 在这个温度下比较容易去溶解 另外固醇类的药物或是固醇类的物质 它可以用什么东西当作稀释剂 这个是某一年中华药点的题目可以记一下 就是硫酸钙 硫酸 钙 Calcium sulfate 这个东西可以当作哪一类物质的稀释剂 就是固醇类 往下MCC微晶纤维素 它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均衡度 跟溶解度 所以它也算是药剂常用的稀释剂 下一个润滑剂它主要是产生润滑的作用 透过润滑的方式 来降低药品的摩擦 或是对机器的沾黏 对机器的黏附 通常润滑剂的用量 不会超过多少 这个数字记一下 不超过1% 像是硫酯酸酶 它的用量通常不超过1% 要怎么记呢 直接记润滑这边有一根 或是记这边有一根 所以就是跟1%有关 那如果是滑石粉 最多可以用到5% 用到5% 还不会对药品产生太明显的影响 这个算是特例 来看润滑剂的分类 主要可以分成这三种 润滑剂 抗粘着剂 跟助滑剂 或叫做滑动剂 这三个都归类在润滑剂里面 但是它们的功用不太一样 第一个 Lubricants润滑剂 它主要是降低颗粒 这边的颗粒指的是那些 药品粉末或是药品的小颗粒 它跟容器 或是机器之间的摩擦力 主要是减少药品本身 跟机器之间的摩擦 常用的物质像是硬质酸酶 这个东西蛮重要的 它算是药剂 一 ちょっと待 这个是药剂最常烤的润滑剂名称 出现过最多次答案的润滑剂 就是硬质酸酶 注意它的浓度 用量 最多不超过1% 就是不会占整体的1%以上 为什么不会占超过1% 是因为超过1% 可能会降低羽衣效益 什么是羽衣效益 就是会降低药品的溶泥 药品的溶泥率会下降 它会让药品更不容易释放出来 所以它的浓度最多不超过1% 就是这个原因 那滑石粉最多可以用到5% 如果超过5% 就比较容易产生类似羽衣效益的情况 如果题目问说下链哪一个是药剂最常见的润滑剂 就找硬质酸酶 没有硬质酸酶 再找滑石粉 再来第三名也可以记一下 像是SLS 油酸月桂 油酸月桂 通常会记SLS 就是记它的缩写 那下一个抗粘灼器 它主要是减少颗粒 或是那些药品 将黏附在机器的表面 就是减少药品跟机器的沾黏作用 有点类似Lubricants 但是不太一样 另外它也可以降低颗粒之间的凝集 常用的物质也是这些 比较不一样的是插在这个 SiO2 Colloidosilica 或是可以记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 这个东西比较常当做驻滑剂或是滑动剂 请看第三个Guidance 这边比较常考的答案 应该说比较常问下链哪一个是Guidance的答案 就是找SiO2 它的名称又叫做Colloidosilica 或是Film Silicone Dioxide 其他成分大概都是长这样 比较特别的就是SiO2 然后二氧化系 尤其是胶状二氧化系 它的特性有三个 第一个它具有高度的吸水力 所以吸水量大 第二个要注意黏度容易受到pH值的影响 这边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它的受影响对象 第二个它的影响因素 什么东西容易受到什么的影响 黏度容易受到酸碱值的影响 容易受到酸碱环境的影响 再来它的安定性 是在大概中性 微减性 就是大概接近中性7.5或是7左右是最安定的 这个数字记一下国考有考过 这一题大家写看看 胶体二氧化系织背凝胶剂最容易达到调整粘度 就是透过改变pH值改变酸碱的方式 全A 第三个黏合剂 就是透过黏合那些颗粒的方式 来促进颗粒之间的流动性 常见的物质像是Acacia 阿拉伯胶 或是MCC 微晶纤维素 还有MCE Mesocellulose 另外就是Pobidon 普为酮点 一个跟点有关的东西 Pobidon它比较常当做黏合剂来使用 另外如果这个药品或是里面的某些物质 对水分对水气比较敏感 可以改用哪些像HPMC或是HPC HPMC的全名叫做Hydroxypropylmethylcellulose 所以它就用它的开头当做所写HPMC 中文叫做枪丙肌甲肌纤维素 枪丙肌甲肌纤维素 这个东西的特性 它比较不会对口服吸收产生明显的影响 另外它容易溶解的环境 是在冷水而不是热水 但是要把它做分散的处理 是在热水会更容易去分散 下一个HPC就是Hydroxypropylcellulose 枪丙肌纤维素 这两个东西都是对水分对水气比较敏感 可以改用的联合剂材料 第四类绷扑扇剂 就是促进药品的绷扑 常用的物质像是淀粉 玉米淀粉 海藻酸 还有MCC MCC的全名写一下好了 它叫做 Microchrysalincellulose 维金纤维素 维金纤维素 其他像是乳糖 乳糖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可以增加男容新药品的溶离素率 对了维金纤维素 它的商品名叫做Avisio 商品名这个比较常出现在二阶 商品名这个比较常出现在二阶 回来看乳糖 这个东西可以增加男容新药品的溶离素率 有一点题目是问说 哪一个东西可以增加男容新药品的溶离 可以找乳糖 英文是Lactose 往下超级绷扑扇器 它们的绷扇效果 会比上面这些绷扇器更快 像是第一个Sodium starch glycolate 第二个Cross carmelos 第三个Cross probitone 前面两个是透过迅速吸水膨胀的方式 产生绷扇的效果 第三个Cross probitone 是透过毛细现象毛细装的方式 产生快速绷扇的作用 第三个毛细作用要怎么记 可以记披草皮 第一个皮指的是Cross probitone 第二个皮指的是Capillary毛细管 所以哪一个超级绷扇器 会透过毛细现象的方式 产生快速绷扇的效果 就找Cross probitone 其他如果要增加药品的溶解度 产生助容作用 可以透过添加发泡剂 Effroversions 这两题大家一起看看 现在毛细扇的效果 可以看出了 你这的话 第一題最有可能增加南融新藥瓶溶離速率 這個有點在考物質的特性 建議大家如果不知道這種題目怎麼下手的話 我們先記答案 這一題比較適合的就是乳糖Lactose 選C 第二題粉體藥物自備成定片不一定需要添加的復型劑是哪一個 A7世紀這個藥 B安定劑不用 因為定劑定片本身的性質就算安定了 所以不用額外再添加安定劑 也可以少一些製造成本 C年合劑要 豬潤滑劑也要 所以第二題選B